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是 单个基因生物性学分析实现课程里面的亚细胞定位预测 基因的亚细胞定位研究是目前我们做分子生物学来研究一个基因或者蛋白 它的这个分子功能或者生物学功能当中一个比较基础的研究 因为一个蛋白它定位于细胞的哪个亚细胞结构里 这个很大程度上可以揭示它的一些跟功能相关的一些特征 我们在这个发表的文献里也经常可以看到用一些实验来研究基因的亚细胞定位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原生质体当中来顺势表达我们的目的基因 比如说我们通常把目的基因后面带上GFP 然后在这个原生质体中表达 比如说可以看到这个目的蛋白成一些点状大的点状或者小的点状的一种分布 而且为了进一步来识别我在细胞内这种GFP的信号到底是哪个亚细胞结构 我们会有一些Mark的蛋白用其他的一些融合的银光蛋白 比如说连上这个RFP等等或者用一些这个内膜的一些染料 FM4-64 然后来对一些特殊的结构进行染色 然后来协助我们定位我们的目的基因到底是位于哪些亚细胞结构中 这是在顺势表达中常用的原生质体当中 另外还有顺势表达我们比较常见的也是在我们的烟草叶片当中 然后来进行顺势表达来观察基因的一个亚细胞定位结构 那么除了这两种顺势表达以外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构建稳定表达的材料 那么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寻找目的基因的一个突变体材料 然后用这个目的基因自身的promoter驱动 然后带上我们的目的基因 然后带上一个荧光蛋白常用的GFP 然后转入这个突变体材料 然后互补表行了以后 我们再在这样的转基因材料里头来观察GFP的信号 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细胞类型中 来观察目的基因的一个亚细胞定位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介绍的是我们常见的在文件里进行的实验研究 那其实在我们实验研究之前 我们都会先做一个预测一个判断 我这个蛋白可能定位于哪里 然后我再去做实验研究 它是否就有预测的一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来预测一下 我们的10KB两个候选基因 它可能会定位于细胞内的哪个亚细胞结构里面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亚细胞定位预测的在线分析工具 就是PSORT Prediction这样的一个在线分析工具 这也是它的一个网址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网站我们需要选择一下我们这个序列的来源 我们是来源于植物 所以选择植物就行 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 它这里显示需要输入你目的基因的蛋白氨基酸序列 然后选择提交就可以 右侧呈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结果 这里是用的我们CADD基因2的一个分析结果 上面它是会对每一个每一个部分的预测分析都有一个结果 其实它这里信息太多 我们只需要看最下面的Final Reduce部分 它会给出一个解决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候选基因2 它就最可能定位于是在这个细胞质当中是最高的0.45 然后它有可能定位于这个微粒体 比如说过氧化物媒体中0.33 然后还有比较小的可能 可能是定位于线粒体 或者是叶绿体囊的这个膜上面 这是它的一个分析的结果 那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自己的一个目标基因的蛋白序列 来进行一下亚细胞定位的预测 那么这部分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如何对我的候选基因来进行一个亚细胞定位的一个预测 谢谢